按照从用户出到距离的邮进到远 我们前面学习了小程序 随化的内容 接着在地装狗 我们学习了地装狗的试图层 地装狗的模型层 对于这个地装狗 也是比较深入的了解了 那么从这一章开始 我们将进入这个 运维提升专题的学习 也就是服务器 这一侧的内容的学习 关于这个运维提升专题 它的内容分为两章 本章属于运维提升专题的 地装狗后台篇 在本章当中 我们将会从运维的角度 继续深入学习 地装狗里面的知识 在这一章的内容当中 我们将会从六个角度 七个章节去发掘 装狗在功能上和运维关系 密切的能力 首先第一节 装狗的认识模块 在这一节当中 我们将会探究 装狗在log输出上 可以给运维提供哪些 有效的信息 并且学会这里面的 装狗的认识模块 接着是第二节 装狗的admin模块 我们知道 装狗的admin页面 是非常出名的能力 对于很多网站来说 管理页面 都是这个运维基础设施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在这一节当中 我们将会学习这个装狗非常著名的admin模块 接着第三节 装狗的缓存模块 我们知道这个缓存的能力 在后台开发中是非常常见的 从本质上来讲 缓存的目的 就是为了减轻这个后台的负载 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计算 以及资源的损耗 那么在这一节的内容当中 我们将会学习 缓存模块的使用方法 并且疏离我们装狗后台一些 值得缓存的地方 来进行一些优化 接着第四节 装狗后台服务的部署 在这一节当中呢 我们将会第一次 把我们的装狗后台代码 部署到远多的服务器 并且把相关的运行环境 给大家好 接着是第五节 装狗Chrome Table定时任务 我们知道啊 在Lilis下面 Chrome Table命令 是用来提交和管理用户 需要周期性执行的任务的 那么在这个装狗里面呢 也有相关的模块 来实现这样子的功能 所以在这一节的内容当中 我们将会学习 装狗框架里面 定时任务的模块 就是这里提到的 装狗Chrome Table模块 我们将会学习它的 配置 安装 和使用 接着 第六节 装狗中间键 在这一节 我们将会深入了解 和学习 装狗框架的中间键 学习这个中间键的 运行逻辑 和运行原理 并且我们将会 手动的编写一个中间键 来实现一些 相关的功能 最后 第七节 装狗的邮件模块 我们知道 Python语言 它提供了 发送邮件的标准库 装狗框架 也给我们开发者 提供了 发送邮件的功能 在这一节 我们将学习 装狗的邮件模块的 使用和配置 通过这些大单件的学习 我们将学会 日制 管理 缓存 定时任务 中间键和邮件 等等这些 装狗和运行相关的能力 通过这些能力 我们也将初步 发建起一个基于邮件通知的装狗服务监控和告警的平台